那么这一季经文 美浩金夸 长行妒忌 为什么我们分两集 也是重点会摆在这个妒忌 也就是一般讲的嫉妒 还有一个就是自夸 夸耀自己 我们现在讲叫浩大喜功 尤其现在 手机网路很发达 这种情形更严重 那么嫉妒心现在可以讲说 末法时期 已经是过犹不及 非常的严重 所以往往我们现在讲的 在官场上讲就是黑寒 在中国大陆叫几暴 这个有些几暴是正确的 但是有些也不进来都是 被人家嫉妒所召干来的 所以我特别去收集老法师 有关 在他开示里面 有讲到嫉妒的部分 嫉妒这个问题要怎么去看待 因为我们发现 因为我们发现 有学佛的也会有嫉妒心 没有学佛的嫉妒心更严重 几乎都有 几乎都有 这个就是 人的这个业障 而且是以生计来的 都存在我们阿拉耶事里面 一言起现行 现行又新种子 嫉妒心 嫉妒心当然在你人是比较严重 这里面讲的富人争宠够厌 往往祸家皆世 其罪有不可胜言者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好好在这个修行的功课上 如何把自己的嫉妒心 能够降服 墨学 在 面对这个嫉妒心 人人都有这个习气 墨学常常用的方法就是 多听经文法 多念佛 多拜佛 然后呢学六子大师 的开示 真修道的人不见世间过 然后呢 这是 好好的 依照老法师这些开示 但是呢 你来作为修行的准则 我现在就把 老法师 在 讲经的 各集里面呢 他都有提到 这个嫉妒心的问题 我把它 汇整成30条 来提供给各位参考 第一条 我说 嫉妒心呢 老法师说 度是表现在外面 那 记呢 没有表现出来 他 内心呢 存了不善的恋头 记是放在心里 那度呢 会表现在外面 那当然就会造传播示灰啦 就会毁谤啦 这是度 那记呢 就会产生恨 记恨 就在心里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 这个其实是一种业障 嫉妒心是一种业障 妒忌心是一种业障 也就是他不知道 普贤菩萨讲的水起功德 所以这个水起功德呢 普贤十大愿望 水起功德就是 可以讲说是 法生大事 菩萨要修的功课 修水起功德 你能够做到水起功德 你就可以 这个 证得这个平等心 所以六道凡夫呢 说实在话 嫉妒心很重 看到别人有好处 自己心里就很难过 所以 第二个是业障 第三个呢 嫉妒心一定会造业 别人胜过我 别人比我好 我们修行 当然说我们要敬重他 不能有傲慢 不能有嫉妒 但是这是一个理想 一般人呢 很难做到 你不要讲敬重 他不诽谤你就不错了 那你有傲慢呢 有妒忌心呢 你就会造业 会造口业 甚至会造深业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 对 这刚才讲说 那个就不高兴 他就晓得 惩恨 嫉妒了 所以这个是以生计来的 第五 佛内教我们 嫉妒心是以生计来的烦恼 我们要学随喜 不但不嫉妒 见到人家做好事 要生翻喜心 进一步还要帮助他 促成他的好事 你能做到这样 就是随喜功德 那么第六 别人成就超过我们 超过我自己 那就好 不能有嫉妒心 而且要生欢喜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智慧比我高 他的能力比我强 这个事情给他做 一定可以办好 我就不必办了 不必办是想轻浮 什么叫想轻浮 没有烦恼 这是第六个 就是 生欢喜心 让给别人 那么第七 我们古代人讲说能走得老 他很聪明很能干 他做的事情 为我们服务 他很辛苦 我们能力不够 我们智慧不够 那我们只有享福跟享受 所以你就不能嫉妒 你让他的领导 让他来服务 这是能走多老 你如果用这种心态去看 你就不会生嫉妒心 因为他能力比你强 能走多老 你用这样去欣赏 去赞叹 你就 比较不会嫉妒 第七个 第八个 你没有嫉妒心可以培养你心量 你能够 你能够修水喜心 生欢喜心 就表示你心量在透开 我们说 星包太息 亮周沙界 你如果能够 学习星包太息 亮周沙界 这个基督心的障碍就会慢慢排除 第九 今天这个世界乱了 为什么乱 因为斗争吗 那为什么斗争 嫉妒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救这个世界呢 脑子上说 跟郭伟讲 没有办法 第十 只有佛可以解决 不管这个世界上 哲学家 科学家 政治家 小鹅姐姐当前的问题 没有法子 唯独佛有办法 佛有方法 但是大家不相信 第十一 佛用什么方法呢 佛用因果报应 用六道轮回 的事实真相告诉你 你心里就自然定了 你为什么贫穷 前世没有布施 没有重因 我这一生贫穷 我这一生贫穷 所以你 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你坦然接受 你心就定了 那么 12 你晓得以后 他富贵 是因为购气是他重负 我贫穷 我贫穷 我贫穷是前生没有重负 我想要富贵 我现在就要重负 我来生才能享负 你知道因果就不会胡作妄为 13 你如果不知道因果报应 看到别人花财 得到大财富了 你生 嫉妒心 想尽办法去破坏他 那将来的果报是什么 生生世世贫穷 14 贫穷人看到富人就嫉妒 想办法去破坏他 这个造的作业极重 这不是解决问题 这是制造混乱 唯独佛 用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15 佛法是欠善归构 让大家知道因果报应 如果每个人都遵守佛的教诲 都能守本分 都知道修福 都知道积德 国家就会强盛 人民就会安乐 16 数字经法都讲因果 你真正明白因果 心就平 所谓 富贵安理富贵 贫穷安理贫穷 理明白了 心就平 17 佛法里面讲三世果报 我这一生得富贵 前生修的 我这一生应该得到 我这一生贫贱 我过期生中没有修 我今天贫贱是应该的 那么道理明白了 对富贵人也不会羡慕 也不会嫉妒 不会怨恨 我们常讲的 我们常讲的心安理得 为什么安 道理明白了 心就安了 18 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 心就安了 心安理得 你能够 处在贫贱 安理贫贱 处在负贵 能够安理负贵 19 中国几千年来 虽然贫富不经 但是这个社会相安无事 到底在哪里 就是因为中国 有鲁家跟佛家的教法 大家懂得因果报应 所以贫富不经不是现在才有 祝古以来就有了 但是中国为什么 几千年来都能够这样相安无事呢 是因为有教育 有三个根的教育 有佛家的宗教教育 二是 老实上说 嫉妒 惩慧 贪爱 这些恶的习气 都是三恶道的业因 21 如果你是一个修行人 你一天到晚练阿弥陀佛 一天如果你练十万生阿弥陀佛 但是你的嫉妒心 惩慧心 贪爱心 这三种心 还是不断的发作 而且还练练增长 那么虽然你练佛 但是你将来的果报是在山土 这就是 慈隐惯灵 大师讲的 练佛人 有一百种果报 第一个在第一 是个道理 因为你有嫉妒 惩慧 贪爱 22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句话意气甚深 人生容易 失气 失掉人生想再得人生 那就懒了 所以我们要常常还行 我们要常常想 我们失掉人生 来生能再得人生吗 几个人 能敢说他来生还会得人生吗 老师上说得不到 来生要得人生 五戒十三要持得很干净 我们能做到吗 杀到淫妄天天干 忘以两舍贪真之慢 用贪心写佛 用惩慧心 嫉妒心来写佛 这样的心态 来生不但成不了佛 你的果报还是山土 23 我们学佛能够精进 能够 不退 不退转 这都是佛阿弥陀佛神力明明当中加持 我们一定要心清净才能跟佛菩萨感念道教 所以你如果嫉妒心 你就 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感念道教 24 用示灰 忍我的心 用贪生之慢的心 用嫉妒一次的心来写佛 怎么可能跟圣人感念道教呢 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但佛菩萨不会来 不是他们不来是我们无法跟他们感应 我们还自以为聪明 这样写佛 这一生是会空过的 很难成就的 25 真正这一生 要怎么保持这一生平平安安的过呢 不遭遇大小恨事呢 那需要很大的福报 那要很真实的智慧 才能保持这一生平安幸福 自己一定要晓得 老和上告诉我们 怎么可以保住这个幸福 能够平安 没有灾祸 第一个 老和上说 要断一切恶元 解决不遭恶元 重来过去正中 你曾经照过恶元 但是现在恶元 断掉了 也没有了 因就不会结果 所以 诸握莫咒就非常非常要紧 这 不是一句口号 是要认真去做的 叫做诸握莫咒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一定要 重善后行 为什么 修一切善就是修福 你这个福德天天增长 重来有冤心寨主 看着你这样 你这个福报一天一天大 他也不敢来干扰你 想报复也不敢下手 所以 诸佛莫咒 众上奉行 是真正保证 我们这一生幸福 不遭到恒难 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段落修善 不必要人知道 不必要人先良 如果你刻意去先良 做善 那就耗免 又搞到棉文立养那边去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 佛陀在金刚这里面 跟我们讲的 行一切善离一切善 这样就对了 行一切善离一切善 或者是 佛祖告诉我们的 以吾我善 以吾我善 吾人善 吾众生善 吾受阻善 修一切善法 这得阿罗多的善 善不敌 也可以 这是金刚经讲里面最重要的重点 金刚经讲 按照姜卫龙居士的讲义里面解释 这五重协理里面 金刚经的民宗就是要怎么修 要怎么修 才有办法达到我们所谓的三轮体空 或者是达到应无所助我生其心 就是民宗 是金民变体 民宗论用叛教 那江卫龙居士 就是江卫龙居士所编的这一本 金刚经讲里面告诉你 民宗就是 他的修行方法 他引用的是智者大师 他说智者大师说 以无我相 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忠心相 无受阻相 修一切善法 这得阿罗多罗三秒三不停 告诉你怎么开悟 怎么成果 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26 你如果名利很多了 我跟你讲 嫉妒障碍就来了 这老和尚常常跟我们免利的 所以老和尚常说60岁以前最好不要出书 60岁以后才出书 这老和尚亲自跟我讲的 那最少要学教学界五年 那最好在延长在五年 就十年 老和尚是用十年 当然老和尚也 老和尚说闭关是要开悟以后才是闭关 所以老和尚比较强调的是 你要学界五年 就所规矩 就李秉老师以前对待 对这个金空大法师在开示 你以前所学通通不算 以后只能听我一个人教 以后看什么书都要我同意 以后什么人讲经历不能去听 因为老和尚刚开始也不能接受 后来老和尚接受 他这三个方法是古德教学生的方法 老和尚说这个方法有好处 就是把你的六根全部关起来 就是一门深入 只听一个老师教 这样相对的 你如果照这个李秉老师这种教法 你就没有名利心了 因为名利你要是多了 嫉妒障碍来了 那些嫉妒障碍就是魔怨 魔怨是自己招赶来的 中国古人有两句俗话说得很好 就为善莫尽名为恶莫尽行 什么叫为善莫尽名呢 什么叫为恶莫尽行呢 为恶莫尽行就是说 你做坏事 行法不会处罚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那件事小坏事 可是你要是做大坏事 那就是用刑法里面最重的行来处罚你 叫为恶莫尽行 你不要做到那个 你做坏事 你做到那个杀人的 那一定是砍头的嘛 这叫为恶莫尽行嘛 那为善莫尽名的意思是说 你为善不要出名 出入名那就是嫉妒障碍 甚至还有陷害 麻烦就来了 所以这两句话呢 看你怎么解释 看你怎么个用法 我们学乎的人潜心潜力在行善 但是行善是三轮体空 那就对了 如果你做坏事一定要名 要有所求 那就坏了 那个就是很大的错误 所以为善莫尽名 为恶莫尽行 这个行是行法的行 27 诸古以来 不但一般社会连佛门也不例外 从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起 嫉妒障碍 乃至于种种破坏陷害 这些事情都是很平常的 佛陀也不能够避免 佛陀也在的时候 在释迦牟尼佛传记里面 佛陀在世的时候提博达多 对释迦牟尼佛就不服气 用尽了心思想谋害释迦牟尼佛 自己要起犹代之 比如说他这个 古后阿瑟士王 来扶持他 他叫阿瑟士王去杀害他的父母 贫婆苏罗网跟韦迪西夫人 他说你做心王 我做心佛 这个提博达多当时就是要害佛陀 他说他要做心佛 他当住持 那佛陀当时在的时候 佛弟子当中也有六情比丘 佛弟子当中有好有坏 有听佛的教诲 有依教奉行 也有专门捣乱破坏生团的 在树枝那个时代就有了 28 我们看六子谈经 那个时候人心可以说是相当醇厚 他在唐朝 那么五子把一波传给惠能大师 不服气的人很多 当时所有的五子坐下的这些弟子 包括那个惠敏将军 都要去追那个一波 多少人出去要到处找六子大师 所以六子大师才躲在猎人堆 躲了15年 他师傅跟他讲 议会则场 红怀则止 议会则场就是到广东市卫线就藏起来 就是猎人堆议会则场 他师傅很早就跟他预告了 议会则场 红怀则止 在世傅间就躲起来 躲在猎人堆了15年 那为什么嫉妒心呢 为什么一波交给一个居士 因为当时六子大师是居士 而且还是一个不认识志 不认识志的一个居士 还是在厨房臭米的 那更不服 那一波一定要抖回来 其中还有一些人 不仅是要夺一波 而且还想要把惠能大师杀掉 这在唐朝那个时候 可见这个社会 嫉妒业障 争民独立 嫉妒障碍 争民独立的事情 在所不免 古代就有了 29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没有智慧 没有福德 你要跟人家争 那是自讨苦吃 所以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一切退一步 以人无争 以事无求 你这一生就非常幸福了 三十 老上说别人要的我不要 这就没事了 我要的他不要 我要什么 我要老实念佛 我要往生西方 我要一天到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们不要 他们要明文立养 那你就把明文立养给他 我有这样 自己这一生 才能安安稳稳 到位才能够成就 世界人所真的 我们知道都不是真实的 如果你真正学文就明白 还所有项皆是虚妄 老实念佛 才是决定能得到 决定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个不可不知道的 老上最后这一段 讲得非常的好 你要是明白了 你就不会有嫉妒心了 所以我们就说起老和尚这三十条 如何消除嫉妒心 来跟各位共勉 好好去体会老和尚的慈悲的开示 从此以后断掉嫉妒心 那你的道业一定会增长